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院長好 喂 你好 我們看到昨天這個 我們很高興看到昨天院長有宣布 我們軍工校明年要調薪 百分之四 但是我看到說這個 我們宣布軍工校調薪之後 我們的在野黨質疑 蘇院長你是不是選舉考量 是不是為了綁樁 才把這個軍工校在這個時候調薪 這部分宣布院長是不是要說明一下 我特別跟國人同胞報告 也跟軍工校同仁報告 我覺得我們今天經濟發展 創十一年來新高 局勢滔滔 台灣經濟很好 是國人同胞一起努力 所以經濟成果應該全民共享 所以勞工朋友基本工資時薪調高 我們覺得軍工教同仁也非常辛苦 從防疫紓困到振興經濟各方面都很拚 所以我們應該給軍工教同仁調高薪資 是他們肯認功勞 也是照顧經濟生活 所以在野黨好像是反對 我看他們這樣是反對嗎 所以今天有記者問這個問題 我說如果在野黨反對 就直接說反對 對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這個院長剛剛這樣考量 我想也是經過相當的評估 整合之後出來這樣子的結論 這個在野黨就質疑說 這個是選舉考量 這是綁莊 如果 如果是選舉考量 那也可以說 這個政策是受歡迎的 等於是反過來再證明這個政策受歡迎 所以我就覺得說 現在這個國民黨我真的是沒有辦法理解 尤其現在的國民黨黨主席 朱立倫 我真的是無法理解 他在上個月他講說 說我們十二月要進行的這個公投 就是倒閣公投 我覺得他在公共政策 要有什麼 我們不習這樣子 說過 反對核四 現在要把核四拿來公投 然後台美關係 這個我們依照國際標準 來進口美國豬肉 他也要公投來反對 不習這樣子來說 這個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倒閣 我覺得 他在公共政策 辯論上道理站不住 結果就把它倒往成為政治鬥爭上 如果道理真正站得住 他一定在道理上大大發揮 可是他把它扭轉成為 對政治的鬥爭 其實這是對公投很不好的示範 反面教材 因為公投本來是對一個政策 但是人民如果有不同意見 民在野黨反應不同意見 來支持來訴求 這是公投原來的意義 但他是要倒閣 對人滿意不滿意 當然 政策上 都是行政院執行 可是 他把對市 變成導引成為 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其實是對公投的扭曲 對 我覺得這個 這個就是很無法理解 我發現無法理解 他過去一直在講說 這個 沒有辦法處理核廢料 就不應該使用核能 他過去講說 他在 他在 新北市長的時候 信誓旦旦 多次 在議會打選 都這樣講 都這樣講 而且當年他跟我們郵院長 在選這個新北市長的時候 他才贏兩萬票 他這時候是為了贏這兩萬票 來說他反核 結果現在呢 這個我完全不知道 他為了 說為了倒閣 就是為了蘇院長 你一個人 要你一個人下台 然後 然後 這樣子 把過去自己講的話 把他吞下去 經 經常前後不對 這個 檢驗 一看就知 對 再來更無法理解 他竟然說 抗中保台的要罷免 要下台 這個完全無法理解 抗中保台為什麼要罷免 抗中保台錯了嗎 我想全台灣的人民 都一定要保台 大家都在抗中 大家都在保台 中國整天 來軍機 繞台 中國打壓我們的 國際空間 我們做的 就是在抗 他的對我們欺壓 所以我就完全無法理解 這個 這個為什麼會說 抗中保台是哪裡錯了 他除了衛虎坐艙以外 我不曉得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用心 所以長 不用你在這裡評論 那最後我這邊先感謝蘇院長 我這個 這個 在院長在今年三月 有這個 責令我們法務部 把這個我們戲子看守所的用地 要這個 這個移交 移交回國有財產局 這等於說 對戲子人來講 是正式終結 在戲子蓋這個 蓋監獄的這樣子的 的一個惡夢 那在這裡 首先代表戲子人 感謝你 這一件事情委員 用力很久一直關心 我們也 希望 這個 多有利益民眾的發展 對 那這 這二十公頃的土地 我們有一些想法 希望說未來能夠活化活用 這個部分我們等一下 再來跟這些 各部會部長 我們來討論這個問題 非常感謝院長 院長你請回 謝謝 接下來我要請這個 我們經濟部 經濟部王美化部長 王部長請 王部長現在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我們台灣 這個 目前申請加入CPTPP的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是不是 部長如果 包括我們現在 我們知道 我們跟美國 也在這個TIVA的洽簽 的過程 也已經進入這個 雙邊 投資審查的這樣的階段 那這個是不是 部長如果我們 我們台灣加入CPTPP哪裡重要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加入CPTPP 對台灣的影響是什麼 沒有錯 在現在 台灣 是一個 高度外貿導向的國家 我們製造業 佔我們 國內的這個 GDP 31%以上 那所以我們這樣的一個 都是需要出口的 另外呢 現在我們台灣 非常多產業 都是在國際上 非常重要的供應鏈 那對於台灣來說 一定要參加 這些區域的經濟的整合 那因為現在WTO呢 在做這樣的一個 談判的功能 確實是 能不能這樣講 如果我們在 五年 十年內 都沒有辦法加入CPTPP 的話 對台灣的經濟後果是很嚴重的 是 那所以 所以對台灣來說 能夠今天我們去申請了 然後日本也在第一時間 就歡迎台灣申請 這是非常難得的契機 那所以呢 對於這樣的一個經濟整合 如果我們不能加入了 那麼我們確實 GDP呢 按照我們 國發會的這個 經濟模型看起來 是會下降 這個0.21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加入這個GDP的話 這個長期的累積可以增加 這個1點 那這個 我們要加入這個CPTPP 我們有沒有可能說 我們 雖然我們想加入 但是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貿易上面 我們來設施一些 不符合國際標準的一些貿易障礙 沒有錯 沒有錯 CPTPP大家都朗朗上口 是一個高標準的一個 國際的一個區域的協定 那特別在這個SPS 就是檢疫檢驗的問題呢 事實上 當時我們開放美國 牛肉要讓它進口 不是只有單單討論台美關係 其實更重要的是 它對CPTPP是非常重要 因為 所有的CPTPP的會員果 都是容許 符合Codex的標準 的牛肉豬肉是可以進口的 這個就是因為 當年 美國牛肉進口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國際標準 對不對 現在已經有國際標準了 而且 CPTPP各國裡面 有沒有國家 在這個標準以外 另外再針對 這個 這個美國的豬肉牛肉 做這個 這個 更嚴格的貿易障礙限制呢 沒有錯 在Codex出來之後 所有的CPTPP的11國 都容許 還有符合Codex標準的 牛肉豬肉進口的 這個是 也就是說 部長 也就是說 如果萬一我們12月的公投 結果 我們要求 結果最後公投結果出來 是 要禁止 要用我們自己 不符合這個國際 貿易規範的 這樣子的技術性限制 來限制美國牛肉的進口 那是不是會對我們加入CPTPP 有很 造成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障礙 絕對是 這個絕對是 嚴重影響到 我們加入CPTPP的 這樣的一個 訴求 那我想 國民黨的 大家也都認為 台灣應該要趕快 來加入CPTPP 所以要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 在這個有 國際的標準 科學的依據下 台灣 要融入這個 國際社會 要加入CPTPP 所以 就簡單講 國民黨的這個公投主張 會嚴重影響 台灣的經濟前途 對不對 沒有錯 所以 如果 它這個不只是 造成我們進入 這個區域 這些區域經濟組織的這些障礙 它還嚴重 這個破壞台北關係 對的 對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 我們要去 國際上要加入的話 一定要讓人家覺得 台灣有準備好了 那這個就是現在台灣 希望國人同胞都可以 所以部長你在這裡 告訴大家 這個有關於這個 美豬進口的這一題 公投 能不能同意 沒有錯 這一定不能同意 這個 這個同意的話 我們CPTPP的腳步 是不是呼籲國人 在這個 這個年底的公投 這票一定要投不同意票 是的 一定要投不同意票 這 否則我們沒有辦法 再去往CPTPP前進 好 再來一題也是要問部長 那 重啟核四呢 這一題呢 這一題 是不是應該要同 這個 是不是 應該要呼籲國人 就這個 這一張選票 重啟核四的 這張 這張同意票 要投不同意呢 核四的部分 我們已經做了很多的評估跟研究 那這個核四的重啟 它面臨非常多的問題 在技術面 它有 因為後來發現了這個地址有斷層的問題 所以要評估它的安全性 然後在技術面 因為核四是還沒有蓋完的一個電廠 所以它延宕這麼久之後 它還要再蓋 能不能到草 這個部長 對 部長 我們這個 這個 有一個輪 有一個輪 它過去一直講說 這個沒有核安 核四運轉就免談 他說我們沒有 我們這個 這個無法處理核廢料 憑什麼使用核能 那我想請問 部長 我們現在是不是已經可以處理核廢料了 我們是不是 我們的核廢料 高階核廢料的這些終極處理廠 是不是已經 已經 已經有眉目了 我們現在確實都還沒有完成這個最終處理廠的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高階核廢料都是堆置在新北市的廠區內 對不對 核電廠的廠區內 對 也就是大部分堆置在新北市裡面 目前核一核二都堆置在新北市的境內 因為核一廠 因為新北市不給我們這個執照 我們連拿出來都還沒有拿出來 對 那所以 我們沒有能力處理 沒有能力處理核廢料 憑什麼使用核能 這不是我講的 這朱立倫講的 侯友宜講的 國民黨最大的直轄市長講 所以核四要重啟面臨的問題是困難的 這個就很人格錯亂 這個人格分裂 我在這邊講說 不能處理核廢料 就不應該使用核能 但是又叫大家說 年底這個投票 重啟核四大家要去投一票 我們是不是 如果這個重啟核四 我現在問一個 部長一個問題 政治性問題我不問你 如果萬一年底 這個核四 重啟核四這個公投通過 到真正核四廠可以發電運轉 可以商轉是要幾年的時間 這個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時間 他一定要從技術面可以掌握的至少就要七年 因為要這個地層 建造也都沒了 他其實等於是 不是重啟核四 是重建一個核電廠對不對 是的 然後他其實還有一個非常不確定的恩聯 那這個恩聯呢 就是要評估 他能不能再繼續往下走 他的經費 能不能過地方 能不能同意 所以事實上 核四廠 所謂重啟核四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解決台灣現在 目前的電力缺電力問題 對不對 完全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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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部長 所以我真的是沒有辦法理解 謝謝部長 接下來我們請教育部長 教育部長 教育部長欠 委員好 這個 我們今年的這個奧運 台灣表現非常出色 所以大家都 都非常振奮 但是 有 包括這些參賽選手 包括這些教練 他們都提到 有關於這個運動科學 可以說 我們請教育部長 我們請教育部長 在一起 會有 有 很多人 都會 都會 很高 很多人 都會